欢迎来到十点不一样 我是秦林谦 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参许 今晚在台东举行 也让侯友宜跟郭台铭能够同台 终于在前台东县长的提醒下 郭台铭和侯友宜的眼神对上了 但这互动也就仅止于互进一杯走 走被放下再度归零 反倒是分别跟旁人有话聊 明明同桌用餐过后 二人几乎无着急 中间隔着的四个人 仿佛是最遥远的距离 这回侯友宜不止没椅子可挪 连动都不敢动 但现在郭台铭可是直接就在 侯友宜面前耶 从5月17号以后 只有两个月 用各种形式 把那些各种建议 但不得其每个日 今天因为台东人很热情 招待 让我们的机会很开心在这里看到 我们两个可以说 信仰是一样 观众重情重义 很重情 原来是把话要留在台上说 台下的郭台铭 虽没紧进台上 不过侯友宜的话 郭台铭听到了 好久不见 侯市长 在侯市长的带领之下 我想做的是 井井有桃 这个蒸蒸日上 我们大家给新北市 侯市长 还有蒋亿长 谷歌长好不好 郭侯隔空过招 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对话 距离拉近了 今天要住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我飞机必须要今天晚上 飞回去 不然我就可以送侯市长 清邀大专机 还有台上大合影 不只握手还互碰走位 这画面可比快一小时前 好得多 毕竟看看郭台铭刚到场时 侯友宜没起身 郭台铭也没绕过去 还有现场唱名 但无论如何 侯郭总算同框 而且不是一下下 是将近一小时 7月的新闻 中堂又张家宝 台东报道 不过郭台铭白天 他是说自己是被邀请的 不知道有谁会参加 而主办的联谊会 则是努力的促成 郭侯会才会有今晚的见面 这回另一位主角 换成侯友宜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 没有正面回应 郭侯会是否成行 我最主要 我先先办一个 这个青龙的 创业家的座谈会 我就赶过去 跟他们做一个座谈 完了以后 后面的活动 我说实在话我都不知道 我是被邀请过去 我不知道有谁参加 下午三点多 专机启程前往台东 就是不透露 傍晚行动 在六点半这场全国政府议长联谊会晚宴 郭台铭侯友宜 两人都受邀 还被安排做主桌 难道挺侯大将 联谊会会长蒋根黄 再出手 那我提供郭总会来 我 我 好像会来我知道 郭总有联系上了吗 没有没有联系 直至周三指南宫大典 郭台铭缺席 被认为是因为侯友宜要去 这回主办方努力促成侯郭会 毕竟前一天 共同态度也稍稍转变 改口下架民进党 团结非律 如今侯郭两人都在台东 但郭台铭行程时间 一改再改 看来对童话侯友宜 还是有顾虑 当然一方面郭台铭 也是去增加自己的声量 或者是曝光的机会 这跟整合道不见得 一定是有关 不过当然侯友宜 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多多去跟郭台铭互动 侯友宜难掌握郭总心意 整合郭 还要看侯自己 拿出多少诚意 TV新闻中的报道 其实挺郭中常委 传出原本今天打算 在国民党中常会上 联署提案 那么要换侯的 不过后来都没有来 很重要 所以说了两次 不会临阵换将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把话说死 难道是因为中常会上 有挺郭的中常委打算 提案要求党中央 两个月内整合非律力量 推出最强候选人 被解读是在卡侯 只是朱立伦话都说到 这个份上了 那挺郭中常委呢 我也不知道 你看就变成我一个人来而已 那个也不是说考核提案 不是 只是说因为民调不起来 所以大家希望说 能够恢复三个结果 尴尬的说是想帮侯友宜 提高民调 挺郭中常委 说要出招的这一天 几乎有连署的 都刚好有事没来 据了解 党秘书长黄建廷 听到风声在中常会前 就已经先行沟通 反批党中央只想着怎么对付他们 挺郭中常委强调 这个星期虽然没有提 但私下一直在做整合运行 说不准下星期会不会发动突袭 毕竟党主席已经反击 想换猴卡猴都不可行 挺郭中常委 还能不能逆转战局 得先看有没有过半数的中常委 挺身站在一起 TVB新闻 黄俊卫 刘立雄 伟家协生局小组 台北赛访报 好 接着国际焦点 先来关注的是 全球气候异常 盛音现象加剧 今年6月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天 海洋温度也创下新高 这让南极海滨快速的消失 而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指出 南极海滨的面积 已经比过去平均少了17% 融化速度超过专家的预期 状况让人很担心 而白半球持续的高温 像是在西班牙已经飙到44度 罗马也上看39度 美国南部高温南奈 已经有上百名的美墨边境移民 是被活活热死的 由于目前海洋热浪 5级中已经上升到第4级 阿拉斯加这边的血泻数量 也大为减少 日常高温开始冲击法国 里昂的露天用餐区 通常的地址是半个空 而现在 如您可以看到 有4-5人 这不是很明显的露天座位 到了中午 却空空如也 很多民众说为了避暑 现在会晚一点出门 现在我们有34度的露天座位 我不是来到城市因为我认为它会太热 外餐厅变得热 业者只好排排椅子 最后干脆叫员工也晚一点上班 为了整个人的工作 为了联系的联系 我们来到14时30时 我们来到16时30时 近期整个欧洲像是处在大火炉当中 和尽量的温度是非常温暖的 在 Rome你会开始上升 看看这个 感觉如何是这样的感觉 西班牙这礼拜已标出44度高温 民众外出得鼓起勇气 并疯狂补充水分 全球暖化成了不争的事实 人类面临的热伤害死亡风险 开始节节攀升 这还是去年的数据 担心今年情况还会更糟 与此同时 美国佛州的海滩涌入消暑人潮 但这里体感高温又飙到43度C 就连当地人都说从来没这么热过 没料到异常高温的还有大批美墨边境移民 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地带 据报今年已巡获53具遗体 移民的美国梦形同被高温摧毁 美国边境巡陆队今年执行高达24000次的救援 并表示当中与高温有关的案例大幅上升 因为许多地方气温接连标破40度C 专家更估计今年高温情况受声音现象影响 还会特别的漫长 加州干燥地区还得随时防范野果发生 不知陆地上受高温所苦阿拉斯加地区的血泻 去年已正式因为海水变暖数量大幅降低 当局还因此取消了补蟹季节 与民去年的阴影很甩开就怕相同惨况继续重演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将海洋的热浪分成五个等级 今年已证实达到第四级的程度 研究也证实今年的热浪有高达70%到80%的几率 一直持续到年底 铁新闻综合报道 而全球各地除了热浪 今年因为海水温度异常的升高 各地出现的暴雨也相当的惊人 因为大气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就会增加大约7%的水分 地球升温1.2度 所以使得大气层水气很饱满 一旦降雨 雨势就相当的惊人 上次美国佛蒙特州发生红换 整个城市变成汪洋一片 经济损失高达30亿美元 湍急水流从桥下倾泻而出 挺拔的大树就这样直接连根冲走 这个景象仿佛电影明天过后真实上演 我们没有知道 我们没有知道 我们没有从这里来自来 所以我们没有知道 weather's like 这一家人从德州来观光 现在仓皇逃难 许多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居民 无奈看着曾经的家园 瞬间被冲毁 谁都没想过这个夏天会迎来几率只有千分之一的大洪灾 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佛蒙特州州长也警告情况非常危急 这波降雨还在持续灾后清理 是另一场噩梦开始 手上脱把几乎没干过 淤泥好像怎么亲也亲不完 佛蒙特知名商店街老板脸上好无奈 因为店里的东西全都泡水了 还有另一间宠物店的老板 天一亮就赶快冲过来 生怕心爱宠物遇到不测 根据美国机构预估 这一次大洪水从纽约东部到博士顿 以及缅因州到东北部的佛蒙特州 经济损失高达至少30亿美元 不过不止佛蒙特州 接下来还有更多地方 超过1300万名美国人都受到洪水威胁 包括靠中西部的奥克拉河马州 许多车辆泡在水里 强降雨让电线杆倒在路中央 但美国为何会迎来这么极端的天气 专家指出暖化造成水蒸气增加 热空气上升 释放浅热增强对流 就会导致强降雨增加 而且都是趋性的 不过美东泡水之际 另一边则遭逢热浪袭击 气象专家警告 极端气温很可能是在大气层高处的 喷射气流活动异常 导致一波又一波的热浪 热浪 洪灾 极端天气 越来越频繁 不止美国沉重灾区 人类生存的环境 面临极大冲击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正在立陶宛 举行的北约峰会 对于乌克兰入盟 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 美国国安顾问晚间表示 现在时机并不适宜 因为北约此刻要是让乌克兰加入 等于是向俄罗斯宣战 另外峰会举行的这两天 俄罗斯则是变本加厉的轰炸乌克兰 第二天又派28架的自杀式无人机 攻击基辅以及港口到大城奥德萨 夜空中机关枪红色火光格外刺眼 乌克兰士兵持续拿起枪 往一片黑暗中狂轰 因为敌人又来犯 就在立陶宛北约峰会正式登场前的几个小时 俄罗斯又在凌晨狂轰乌克兰机 克罗斯宣战给的多管火箭炮轻量化又能远程打击 马上就在巴赫姆特派上用场 还有美智的M777流弹炮也因为能够快速的部署操作 持续是乌军爱用的抗恶神器 你们真实在 你们知道是否有什么东西 否则有什么东西 这国家就要直接凌晒 前线没日没夜的战火 每天都在消耗数千枚的弹药 就怕弹尽圆绝 这也让乌克兰和北约的斡旋谈判更为妻切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带着夫人 现身立陶宛参加北约峰会 受到巨星式的欢迎 在一片蓝黄骑海中 在台上高举乌克兰国旗 这仿佛把立陶宛变成了自家主场 自论斯基不放过任何机会 字字句句都在争取北约 点头投意接纳乌克兰 但是依旧没有成功 北约峰会的第一天公报显示 只同意简化乌克兰的入会程序 但是对于可能的时间点 只字未提 这让泽伦斯基气得在 Telegram上怒空 这是前所未见 而且无比光谬的事情 北约既没有对乌克兰发出邀请 也没有明确的时程 针对泽伦斯基的不满 北约是这么回应的 北约秘书长说 一切都要状况对了才能谈 这指的就是终结战争状态 意思就是必须打赢俄罗斯 这一切都让乌克兰很茫然 乌克兰和北约之间的分歧 几岛在峰会前就看得出来 苍克兰斯基坚持发出邀请只是程序问题 重点是能嚇阻俄罗斯 但是美国 德国并不接受 第一天的进展已经不顺利 第二天泽伦斯基继续强颜欢笑 面对被约领袖们 和前一天相比 泽伦斯基显然快要笑不出来 马上展开一连串马拉松式会谈 先见德国总理肖茲 再见英国首相苏纳克 而且苏纳克还开门见山 直接要求两国幕僚离席 和泽伦斯基两人直球对决 乌克兰防长还是乐观 只是如果乌克兰最后 真能打败俄罗斯 还会需要加入北约吗 学者认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可能性 似乎还高一点 只是尽管北约之路充满变数 其他到时有斩获 确定要对乌克兰飞行员 进行F16的飞行训练 而在此时 俄罗斯有两名军官死亡 一位是被长城火箭炮给击中 一位传出是乘跑时 被乌克兰给暗杀 就怕再成为俄罗斯 下一波攻击借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事实上乌尔战争一年多以来 全世界都持续的在关注这场战役 就来看知名的日本战地摄影师 工岛茂树 他以62岁的高龄前进乌克兰 带回来自战地最真实的照片 而且他是深入乌克兰前线 拍下相当真实 没有经过删减 以及没有什么修饰文字的报道 也跳脱大外宣视角的战地报道 透过他的镜头 我们带你来看看 平常外媒看不到的视角 穿上防弹背心戴上头盔 62岁的日本战地摄影师 工岛茂树 大胆挺进乌克兰战区 用手上的相机记录历史 工岛茂树在俄罗斯入侵后的第十七天 来到温度摄氏零下的乌克兰 尽管先前已经去过 伊拉克安阿富汗等战地 亲眼看到被俄军轰炸的乌克兰领土 仍大感震惊 穿上防弹背心 城鎮伊爾坪因為地理戰略位置 說到俄軍大量炮火攻擊 眼前這輛車被燒得焦黑 變成廢鐵 其他路面上的車輛 也只剩空車不見車主 不時看到零星平民 帶著家當逃難 所以橋上的路面 更加厲害 現在還要避難人們 看到旅遊的地方 還不可能終於過程 生活不足 水、電池、燃料、食物 還不可能出現 很難的地方 公島茂樹在伊爾坪第一線 傳回最真實 未经删减 跳脱任何大外宣视角的 乌克兰战地报导 他镜头所及 除了被轰炸过的断圆残壁 也感受到乌克兰人的韧性 公导貌述说 他和大部分人一样 在乌俄战争刚开始时 认为乌克兰很快就会投降 基辅很快就会沦陷 没想到乌克兰硬是不认输 让他深受感动 这就是最后一句 在乌克兰的封面中 在乌克兰的封面中 公島茂樹的烏克蘭戰地報導 獲得日本雜誌協會肯定 頒發年度攝影報導優秀賞 他將這趟戰地採訪的經歷整理出書 讓讀者反思 人類衝突帶來無法修復的傷害 究竟要持續多久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